好,我们来回过头来再来看我们BRD到底应该怎么写啊 我们提炼一下啊,一起总结一下我们BRD的写法 概括起来说啊,其实我们的这个BRD啊 没有那么复杂啊,就写这六个大方面就可以了啊 六个大的方面就可以了 但是啊,在写这六个方面之前啊 在编写我们BRD的文档之前 我们需要考虑啊,我们刚才也讲了 有四种啊,决策层的角色啊 决策层的角色啊,用它绕口像绕口令一样啊 决策层的角色啊,四种还记得吗 打乱来说啊,这回啊 我们大多数去协调的可能是研发 研发型的这种资源角色啊 我们需要找谁呢 嗯,有一个反馈啊 其实就是像找这种啊,CTO 或者是技术总监这样的角色啊 他们在管理着这个研发资源啊 包括去评估这个产品的开发难度啊 开发周期啊,人力成本大多数都这一部分的资源啊 然后还有一种是什么啊 资本性的啊,还有印象吗 这部分主要是在 需要去找他们去要钱啊 要钱,研发经费啊什么的啊 市场经费啊,这部分找哪个啊 啊,什么什么COO那种角色呢 啊,CFO CFO 还有一个啊 战略的啊 我们提的这个需求是不是符合公司的未来战略发展啊 是不是能纳入公司的未来战略规划啊 这个是对应的一个角色啊 啊,CEO啊 最大的啊 需要他来帮助啊 更好的协调跨部门的合作啊 啊,然后纳入公司的这个战略规划 还有一种角色是什么 市场性的 因为我们产品经理经常会打交道嘛 就是运营啊 市场营销啊 这种活动啊 他对应的是哪个角色啊 COO啊 或者是市场的一些同事啊 这是四种不同的角色啊 他们不同的角色 他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啊 他们去决策你的这个BRD过程是不一样的啊 他们看到的啊 关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虽然是只能写啊 就是出去一份BRD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啊 不同的章节啊 对应的啊 受众是不一样的 他们关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啊 这六个点分别怎么写啊 要怎么写 第一个产品要做什么啊 我们需要一句话概括啊 非常提炼的啊 精简的去告诉大家 我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需求啊 问题是什么 他问题是什么啊 当前 用户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什么啊 他肯定是没有满足的 我才会去提对吧 我才会去提啊 这个是最核心的啊 这个是根根基基础啊 这个是不是要抛出来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第二个就是背景是什么样的 我为什么要做啊 这有一个逻辑关系在啊 第一个就是先抛出结果 然后再倒着推啊 告诉大家你分析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原因包括了几个大的啊 宏观层面的问题啊 第一个 我做这个事情的背景是什么啊 这个需求的来源是什么 是从哪来的 我们前面也讲了 在需求管理的时候 需求分析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内容都可以提炼 放到这个BRD内容里面去 是吧 啊 这部分提炼的东西啊 其实就是很好的去能够描述 这几个方面啊 第一个背景需求来源是什么 是那个需求还是外部需求 是我自己提的 还是怎么手段啊 第二个这个需求的市场空间啊 就是这个问题有多大 嗯 其实就是指这个问题有多大 这个问题解决好了 他能有多大的空间啊 他能解决多少用户的需求啊 满足多少用户的需求 包括竞争对手当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啊 竞争对手做到什么程度了 他的优势是什么啊 他还有哪些没有满足啊 还没有解决 包括大的环境啊 整个行业的环境啊 还有一些政策的政策的 因为这个政策其实和这个战略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啊 如果你能够很好的去提炼出这个政策 包括背后的环境的啊 行业发展变化什么的 这个去 这个其实很吸引这个CEO的眼光啊 因为它是和战略层面的关联性很强 第三个啊 再进一步啊 前面铺垫的工作 做的差不多了 那BRD里就要去写 作为产品经理 你是怎么规划的啊 你准备怎么做 准备怎么做 当然这个怎么做啊 不是很具体的那种啊 就是把产品 我具体的产品形态都已经设计好了啊 其实主要还是在做一个啊 宏观的这个规划层面的工作 它包括什么 产品规划啊 我这个产品 概括起来啊 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形态啊 概括起来是个产品形态什么的 完整的啊 就是基于这个用户需求 好这个问题 这个层面来写 不是不是很细致的啊 就是我 我要告诉大家什么 我这个产品里面的一些功能模块什么的啊 具体的设计层面 不不在这个BRD里面出现啊 然后模块的规划啊 模块的规划 它大概包括几个大的功能啊 大的功能 还有研发的计划啊 这块就是和这个啊 研发的这个角色 很关关关系很密了啊 如果还有运营的计划 那就和市场啊 这部分的这个关系 决策者的关系啊 非常的紧密 这个是啊 这是另一个啊 可以看出来了哈 产品规划其实也是在考虑啊 产品规划和模块规划 模块规划其实也是很受这个啊 研发的这个技术力量的支持的哈 第四个啊 需要多少资源 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诉求了哈 作为BRD来说啊 因为你可能需要去协调不同的资源来加入这个啊 需求的开发过程中啊 那他就会有几个成本在里面啊 这个成本很重要啊 这个成本这个时候就会提现出这个CFO的这个要求了啊 原力需要什么样的啊 需要多少这个开发资源 其实他俩之间都啊 这个研发和资本都会去关注这个事啊 包括市场对吧 因为有运营成本啊 然后软件硬件的成本啊 这个就是一些固定投入啊 固定投入啊 第四个需要多少资源 第五个啊 我能有多少收益啊 这个是大家都关注的啊 都关注的 这个就和这个 这两个组合起来不就是啊 RI吗 对吧 我们对产品经理反复在提这个概念啊 大家一定要非常的关注啊 因为不仅仅是你自己需要去关注这个指标啊 这个数 这么多角色啊 你需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所始终都会需要有这样的指标去说服大家啊 让大家觉得做这个事情是高价值的啊 有回报的高付高高收入的啊 高回报的 这样才可能啊 使得你的这个产品有更多的资源啊 有有更多的人愿意来做啊 我们收益啊 包括哪些呢 收入啊 有收入啊 增加了用户规模啊 快到了市场份额啊 占据了更多的市场啊 抢占了先机啊 这块很重要 尤其是互联网公司 先发的这些产品啊 先发优势会非常明显 比如说都是在做啊 搜索引擎啊 这个大家可能都有身边的例子啊 接触过 为什么百度占据了80%以上的份额啊 就是他这个技术壁垒还是很高的啊 只要你一开始在做 后面在追就很难了啊 后面在追就很难了 所以如果你在BRD里有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产品啊 新的概念 可以去走这条路啊 就是提这个抢占市场先机 这块其实作为啊 CEO是非常关注的啊 因为这个是和整个公司的战略发展 紧密相连的啊 啊 这个就是具体化一些啊 就未来的一些战略规划 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BRD 啊 你提的这个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啊 这个都是有联系的最后啊 最后这个是保底的哈 不能光说好啊 不能光说预期 光说美好的希望啊 也要现实一点啊 现实一点 事务都有两面性的 尤其我们做产品的工作的时候啊 不能只考虑好 只考虑收入啊 收益 同时我们要去评估风险啊 评估风险 做任何一件事情 它其实都是多面的啊 多面的 它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收益 但是但是它也可能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影响 那我们就需要去在我们的BRD里去很详细的去 也不能说很详细啊 至少你需要去想 至少你需要去想 同样的一个需求 它带来的收益的另一面啊 它会有哪些风险 有哪些风险 可能会产生哪些后果或者影响啊 这些都是比较负面的 其实和上面的这个啊 收益是对应的啊 比如说你带来的收入 那就可能会带不来收入啊 对吧 就是没有收入啊 你能带来用户 那就有可能带不来用户啊 这个都是一个对立的啊 对立的 这个其实才会最正常的反映出产品经理的思考啊 产品经理的思考 因为你同样的一个点啊 做好了 那就是机会啊 收益 做不好了 那就是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 在产品工作中的下一步才会去考虑 你发现了这个点啊 我围绕这个点做的工作 我会选择什么样的手段 能保证我的这个收益 收益的啊 正常啊 收益的最大化 这个才是下一步需要去做的啊 当然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 在BRD一阶段需要去考虑 我们需要去考虑 我们的这风险是什么样的 同时我们把这个风险要告知啊 决策层 让他们去判断啊 判断我们的收益 是不是能够高于我们的风险啊 高于我们的风险承受啊 这个就会决定他们的决策结果 对吧 这块就是在讲BRD应该写什么啊 增下 这块就是在讲BRD应该写什么啊 这块其实六个方面 六个方面 六个方面 我们再来 记一下啊 第一个 产品要做什么 一句话概括 第二个 为什么要做 背后原因是什么 第三个 我打算怎么做啊 非常宏观的一个规划啊 第四个 我需要什么样的资源 多少资源啊 第五个 我能获得什么 第六个 风险是什么 如果做不成后果是什么 对吧 这是一个一脉相承的一个逻辑啊 看着非常简单 简练啊 简练 这个就是BRD的这部分内容啊